大家好,我是Persil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我继续为这一对来自美国的中年夫妇寻找他们即将移居到多伦多之后的未来居所 那我们的预算呢,在120万,我们想找自由产权的独立屋 那我们都知道说120万这个价格呢,在万锦列治文山这些很受华人欢迎的城市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我们今天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列治文山的北部 那我们都知道列治文山呢,它是一个狭长的城市 那么它的最北部呢,衔接奥罗拉、奥罗拉这个城市 那我们来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房产里面的情况 在看房之前,千万别忘了预定我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房产知识分享和精彩的待看视频哦 待会儿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区周边的这个情况 它还是感觉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 我们是从一条大路往后退了一些 所以呢,这条路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 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看这条房产里面的情况 那一进门,我的右边呢,是一个镜面的大的衣橱 可以放置大衣 然后我想这个可能是 这是一楼的这个powder room 很小的一个最基本的两件 做策和这个洗手池 然后现在呢,跟我是一个垂直的结构 那么右边是厨房 它是分开两侧的那种 一边是洗手池,水槽 另一边呢,是主厨 炉灶和台面 储物的空间还OK 如果是小家庭的话没有问题 然后继续往前走呢 是早餐房的区域 我们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 这个后院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是像在一个转角的地方 所以呢,后院呢 可能比邻居要更宽一些 但很近就看到的是邻居的这个后院 然后跟这个早餐房连接的 隔着一个半墙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或者是家庭房吧 因为也其实并没有其他的面积 就是客厅跟家庭房共用了一个区域 那我们电视机啊,壁炉也都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一楼的状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楼的情况 二楼上完楼梯之后呢 左转就是我们的几间睡房 第一间 这个睡房不算特别大 可能有个九平方米的样子吧 这个是我们朝 朝正面的 朝大街这一边 这是这一间睡房 然后这里有一个毛巾格 这是一个共享的卫生间 这一间还是蛮大的 还是挺有空间 有一个带浴缸的淋浴 然后洗手池和一个坐侧 然后也是一个明窗 然后我对着的是前院 正对面是另外一间卧室 这是我们的主人房 Master Bedroom 那这一间还是挺大的 我想可能有一个25到28平米的样子吧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窗 有三个连在一起 还是很光 宽敞明亮 然后这一间是主人房 所以它有它的 en suite的这个bassroom 洗手池 有一个封闭的 比较传统的这种淋浴 然后有另外的一个浴缸 窗还是挺多的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结构 再回过头来看一眼 这个主人房的情况 左边是也有一个双开门的衣橱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应该有个15平米 它是这样的一个横着的这个结构 这边是衣橱 然后有两扇床 因为我们是在这栋房产的边角的这个单位 所以它两边都有床 这一边呢是朝大街的 这边是朝大街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邻居的侧院 也能从这里看到我们的后院 好 那这是最后一间卧室的情况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地下室 这地下室没有做 地上还是低平7 我们的洗衣房也在楼下 在这个地下室里面 但是呢它有一点好呢 就是它这个地下室离地面还是比较近 所以它那个窗还是能进来不少光 我见过窗比这小的多的 但它地下室不算很大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面积 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这边还有遗留 这是地下室的情况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房产类型 社区和价格区间 欢迎您联系我 我非常乐意带您实体看访 过远程拍摄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